玉里警分局9号下午举行的玉里派出所 卓乐派出所 乐和派出所 卓西分出所四位新任所长的不达就职典礼 由分局长陈卫文主持 分局长也勤勉分局同仁继续为警政工作来努力 做好未免服务还有客进警察任务 提供民众最优质的治安轨迹 玉里分局在9月10号下午举行 玉里派出所 卓乐派出所 乐和派出所 卓西分出所四位新任所长不达的就职典礼 由分局长陈卫文主持 并且邀请地方民意代表 村长以及义警 民房警友会等干部与会 玉里派出所的所长 警务员黄文成 他是民国61年生 华联县受风乡人 在106年中央警察大学警所班 第三类37期结业 历任侦察卓小队长 侦察员分队长 保安科的警务员 玉里分局长同时也勉励分局同仁继续为警政工作努力 做好为民服务以及客进警察任务 提供民众最优质的治安环境 最安全的交通空间以及最贴心的服务 命令奉花莲县警察局109年9月4日发行人制定1090040429号令 核定循佐王哲雄调派在花莲县警察局预理分局任何派出所所长 其所属远警均应服从命令 克尊纪律尽忠之首使令 中华民国109年9月9日 本局长齐勉新上任所长贯彻治安的优先 交通为众服务第一为工作目标 另外警察封纪是警察的命脉 务必遵守规定节省自爱 务违法犯纪 严管勤教内部管理 以罪优警察团队服务地方 聚集高窗中预理采访报道